一年后回往吴湖 响学舰倾努油菜花海 为吴湖打一节感还田 菜籽和油菜的节感在田里面 是一种最好的绿肥 标准化管理 改建米面生产线 老手艺即将迎来新发展 接下来我们已经跟政府升级好了 将这些十几亩的场地里 重新建设几条新的生产线 生产出更多品种 更多口感的那种米面 保护区22条杨子鳄野化妄规 未来他们将拥有更多的 棲息空间 现在保护区这几天 在后面扩大野生产者棲息地 再挖一些沟壑和糖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 回往长江第十六季 鱼米之乡 山水无湖 正在播出 海内外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远方的家系列节目 回望长江 2019年10月 我们长江型设置组去到了安徽省 第二大中心城市五湖 地处鱼米之乡的五湖 自古就是重要的粮食产区 加之优越的水运条件 近代的五湖 是长江中下游最大的米粮集散地 被誉为四大米市之首 在五湖拍摄时 我们设置组去到了俄桥镇的降水溅 那里水源充沛 土壤肥沃 是五湖市主要的稻米产区 2017年 五湖市开始实施 五湖大米的品牌振兴计划 把鹅桥镇扶山脚下的 1500亩稻田 规划成为了全市 五湖大米的核心种植基地 接下来我们去连线 降水舰农业生态休闲有限公司的 负责人徐连国 向他了解一下 今年五湖大米的种植情况 徐总您好 你好 在您身后 我们看到了绿油油的一片 那今年水稻插秧工作 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我们从6月2号开始插秧的 一直有五台插秧机 一路插到现在 那和人工插秧相比 机械化插秧有什么样的优势吗 我们过去人工一天 只能插一亩地 那么我们现在的插秧机 一台插秧机 一天能插50亩到60亩地 那至少是提高了50倍的效率 之前拍摄的时候 您介绍过 五湖大米的种植 是采用一游一道的方式 那今年4月份 油菜花开得怎么样 油菜的销量如何 今年4月份因为油菜花开的季节 因为我们这边雨水比往年少 然后光河作用比较高 其实今年油菜花比往年更壮观 一游一道主要是 是一种种地和养地的一种模式 就是油菜的节感环田 包括我们现在油菜的机械化收割 会浪费很多菜籽到田里面 这样菜籽和油菜的节感在田里面 是一种最好的滤肥 那今年油菜的销售情况怎么样 今年油菜的销售比往年高了 两到三百块钱一吨 这样的给我们的种植大户 也带来了比较好的收益 看来今年油菜的市场行情还是很不错的 村民们通过种植油菜增加了一定的收入 去年我们拍摄的时候 正巧是赶上水稻收割 那去年从整体上来看 收成怎么样 相较于往年有什么变化吗 去年我们整个的收成 达到了一个非常理想的预期 总的大概有两千多吨吧 收入比往年有所提高 因为品质已经不同了 加上我们的价格也卖得 比往年也好一些了 今年我们市政府把乌乎大米作为 乡乎大米作为乡乘真心的高度在抓 所以乌乎大米的品牌会应该会越来越好 然后我们对品质的把控这一块也越来越严 像去年拍摄的时候 您给我们介绍过智慧农业 那在今年的种植当中有哪些新的运用吗 今年我们是分了三块 我们五千亩分了三块 一块是用传统的模式在种植 一块是智慧的模式在种植 还有一块就是绿色的模式在种植 那个智慧的通俗的说法就是说 更精准的施肥处理病虫害 那个施肥呢我们是采用测土配方来控制它 因为过去我们传统的种植呢 释肥呢就一释整片的释 那么我们现在通过测土配方 根据每块田的地利 然后来确定是多少肥 病虫害这一块呢 是通过卫星摇杆和无人机的光谱 来精准的捕捉田间的病虫害 然后根据病虫害的等级 我们来精准的防控 这就是智慧农业最核心的东西 那您提到的还有一种绿色模式具体指的是什么 绿色种植我们选用的是瑞斯兰德的绿肥 这个绿肥呢是通过我们接杆回收以后做出来的肥料 它大大的减少了弹磷甲的使用 为什么选用这三种模式去种植呢 目标就是想把这三种模式最终怎么优化到一起 在确保优质的前提下提高产量 让老百姓一想到 就像老百姓想到东北大米一样 想到东北大米就想到了武藏大米 然后想到了五湖大米就想到了我们降水街的大米 好的 许总 感谢您的介绍 再见 好的 谢谢 谢谢 通过连线我们很高兴的看到 五湖大米受到了越来越多消费者的青睐 我们也期待着通过这些高科技农业技术的运用 会有更多高品质的大米来丰富我们的餐桌 当地人告诉我 四月油菜花海 十月稻花飘香 在这两个季节会有不少的游客去到村子里 因此他们当中的一部分人还开启了农家乐 去年我们拍摄时 正巧就赶上了稻花飘香的丰收时节 那时的鹅桥镇是一片金色的海洋 金秋十月 博口河与俄西河如两条丝带穿梭于平原之上 一块块稻田 油青转黄 已经到了丰收的时刻 五湖市农济中心的专家 专门到这里来考察大米质量 我打扰您了 我看您手上是刚才摘下来的这个稻骨 对 这个稻骨我今天来看了一下 从去年的稻骨相比下 今年的米质比去年更好 主要是一个看稻米的颜色 你看这今年的稻子是金黄色 它这边没有浮泵 你们看到一个白颜色的 我明白 就一往我们看到这米粒中间会有一个白斑 这个白斑就是现在的米质不好 有白斑是米质不好的表现 那这里你看今天的这个米基本没有湖北 所以它这个米质就比较优质 从2016年开始 五湖市农济中心就开始进行研究试验 根据当地的自然条件 挑选适宜本地种植的先导 祥水舰农业公司也采用数字化农业 统一管理科学种植 通过绿色防孔确保重金属不超标 以达到五湖大地的质量要求 那像现在这种大米 那每亩的产量怎么样 优质到米一般的产量就不是太高 我们不追求高涨 要追求高质 高效 所以说现在这个产量大概在500公斤左右 其实不追求产量 要追求它的一个品质 追求它的品质很关键 其实这也是这几十年来中国农业发展的一个缩影 就是从过去吃不饱到吃得饱 再到现在要追求吃得好 听徐领国介绍 他们还采用一游一道的种植方式 这样既以油菜绿肥还田生产环保 每年四月的油菜花季节 还可以为当地吸引大量游客 随着乡村建设的越来越漂亮 一些村民还开了农家乐 农家乐平时主要是鲁高原和妻子刘和平一起搭理 听说我们到来 他们特意提前准备了两道当地特色菜 扎肉蒸饭和千里飘香 做扎肉蒸饭用的是本地产的五湖大米 要先用水浸泡四个小时 这样米饭更有嚼劲 把大米和渣肉放进梯子里之后 还需要蒸大概半个小时 等待过程中 刘和平为我们制作第二道菜千里飘香 千里飘香还有烂烟菜炖豆腐的小法 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烟菜卤汁 我现在有点后悔 猛吸了一大口 其实闻这个味道感觉 和它的名字千里飘香 没有什么太大关系 就是有着很酸臭的这种味道 你闻着它香 所以烧出来 味道烧出来就可以可香的 就是闻着臭 吃起来香 而且把这个酱缸一打开 这一会儿 我觉得整个这个屋子里 现在弥漫的全部都是这个 这个菜经过三月份几样 一般菜摘 经过一年的发酵 然后拿出来烧 吴湖人喜欢吃烟菜 烟菜发酵成熟后 通常不会吃完 特意剩一些烟菜 在坛子里留到隔年 嗷烂的菜叶子 就成了千里飘香的卤汁 之后和豆腐 辣椒 将一起蒸十分钟即可 大姐做的这三道家常菜 已经是上桌了 果然是叫千里飘香 这道菜一摆上桌子 它的这个味道已经完全是压过了其他的两道了 特别想尝一下这个千里飘香的味道 这豆腐是很嫩的 豆腐很嫩的 其实闻起来真的没有刚才闻的这个酱菜这么臭了 吃一下味道怎么样 确实还不错 我觉得蒸过之后啊 它发生了一个很神奇的变化 就是刚才闻的这个酸臭味变成了一种特殊的香味 虽然说还是有一点点臭 但是很多人就是很喜欢这种味道 就喜欢的就是这种味道 而且呢就是这个口感也给这道菜加了很多的分 因为这个豆腐再加上这个腌菜呢 吃起来是这个绵软细嫩的 就感觉入口即化 让这个特殊的香味就瞬间的迸发出来了 臭是灰菜一种独特的口味 千里飘香即辣 臭咸香 各种味道寓意深 不仅下饭 而且回味无穷 如果说千里飘香的味道 有些人还是接受不了 那么扎肉蒸饭绝对算得上是老少皆宜的特色美食 这个扎肉蒸饭真的是非常好吃的 就一入口啊 就满嘴都是这个肉的香味 而且呢 刚才也说到了 里面会用到的这个当地的无糊大米 对对对 就是大米也是很香的 就是大米的香和肉香完美的结合在一起了 这下面是有饭的吗 有饭 就是无糊大米 扎肉是盖在这个饭上面 对 咬一点这个饭出来看一下 因为是用这个蒸的方式 所以说应该是肉香是完全融到这个大米里面 是 用这种方式做出来这个无糊大米啊 和平常咱们蒸出来的大米是不一样的 它感觉这个大米会更硬一些 更有嚼劲一些 尺分会比较少 有嚼劲 享水见的生态农业和美丽风光 每年吸引了几十万的游客来到这里 现在农家乐一年的收入能有八九万元 除此之外 因为种植技术熟练 卢高原还在乌湖大米生产基地做管理大户 负责三百六五岛田 那您就是开始种这个水稻有多少年了 我种了有十几年了 十几年了 对 那怎么想的是去承包一些大面积的这个 在家里面做你收菜 不能说是寡种收菜 所以说我们就想起来的 大概做你田 增加一下自己的水平 把它剪成善了 那现在一年大概是光种植这个水稻 大概能收入多少 收入大概五万块钱 五万块钱 那和过去比也是 和过去比那天然之别 通过土地租金 务农工资和开农家乐等多种方式 五湖大米种植基地 直接带动了当地上百人增售 每年付给当地村民的劳务费用 就有两百多万元 如今的降水溅 四月油彩花海 十月稻花飘香 优质的五湖大米 为鱼米之江续写了新的篇章 标准化管理 改进米面生产线 老手仪即将迎来新发展 接下来我们已经跟政府生金好了 将这些实际木的场地 重新建设几条新的生产线 生产出更多品种 更多口感的一种米面 保护区22条羊子饿野化放归 未来他们将拥有更多的栖息空间 现在保护区这几天 在后面扩大那个野生羊子的栖息地 在挖一些钩色和那个糖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 回望长江 第十六季 鱼米之乡 山水无狐 正早播出 欢迎您继续收看远方的家系列节目 回望长江 无狐盛产优质的稻米 当地人用它制作加工成了很多的美食 米面就是其中之一 拍摄时我们设置组去到了 吴维市的牛布镇 作为岩浆一带的特色美食 米面的制作记忆在那里传承了上百年 我们在当地找到了一位制作米面的小伙子姚日坤 他在大学毕业之后 就选择回到家乡 传承了制作米面的手艺 像刚才呢 我们一路走来 在路边很多人家都看到了 有在晾晒这个米面 您家的这个晾晒场更大一些 这边是 好像看到有好几种啊 这是比较宽一些的 这个是最宽的那种 这种其实 说一说米面 其实在外面也可以叫粉条 粉条 就是米粉啊 比较宽粉 对对对对 那我们平常吃到的这个河粉是不是也是这个 呃有点像 嗯 但河粉怎么说呢 河粉是湿的 这个是干的 晒干了之后 每个地方可能配方有点不一样 嗯 像旁边看到的这些 远看就和挂面是很像的 对对对 有点像 嗯 但是呢 但是呢 仔细来看 和这个挂面还是有区别的 这比较透亮一点 对对对对 因为是用米做的嘛 米做的 所以说这个米面呢 就是看上去像面 对对对 其实呢是用米做的 对对对 所以叫米面 对对对对 刚才 吃米面是五味岩浆一带的传统 这种制作技艺 在牛布镇至少传承了上百年 当地有一种说法 五味米面前身是江西一带的汤皮粉 最早就是通过长江航运的客商流传到这里 2015年 姚日坤大学毕业回到家乡 扩大米面生产规模 现在家中总共雇佣了20个工人 虽然现在木米浆已经可以用机器完成 姚日坤家中依然保留着最早做手工米面用的石墨 父亲在这做这个用石墨磨米浆呢 对 叔叔见到您 我知道您家这个米面的品牌 为什么会叫姚大胡了 这边您留着胡子是吗 对对 这里农村家家会做 就是家家户户都会有这样一个石墨 姚日坤的父亲做米面已经有近30年的时间 听他介绍 过去做米面都是用这种石墨 米和水的比例大概是3比1 墨一盆至少需要两个小时 之后再用铁剔将墨好的米浆固定成型 米面的均匀薄后 完全取决于制作者的手法 然后就靠这样幽荡 对对对对 关键是四个角 把它填满了四个角 对对对 再往那边再荡一荡 其实刚才看的时候啊 我觉得难度挺大 它增速的要稍微快一点 稍微慢了它那个你看 这要锁定了 更好 怎么样 还算平整吧 平整平整 还算是比较均匀 但是从这这边看还有一些细节地方看 还不如刚才师傅做的 因为你那么平整 空材稍微慢一点 稍微快一点 这个一定是要靠速度的 对对对 固定好米浆之后放入锅中蒸上五分钟 直到米皮颜色变透明 然后还要晾晒两到三个小时才能开始切面 从小跟着父亲耳濡目染 姚志坤早已将手工米面的制作方法熟悉在心 他告诉我们 用鸡汤煮出来的米面味道最鲜美 除了米面 姚日坤还准备为我们做一道菱角烧鸡 葱姜蒜呛锅之后 倒入切好的鸡块煸出油脂 等到表面金黄再加入酱油蚝油料酒均匀翻炒 最后倒入菱角和适量的水 用小火焖煮15分钟熟汁 一份汁浓醇厚的菱角烧鸡就做好了 日坤做起饭来真的是非常的利索 三下五除二 几道家常菜就已经是上桌了 那叔叔咱们尝一下这坤的手艺 尝一下菱角什么味道 可以 跟刚才吃的新鲜菱角口感完全不一样 刚才吃新鲜菱角的时候是比较脆 有点像是一种水果的感觉 但现在这个菱角呢 经过烹饪之后呢 它吃起来口感特别像板栗 对对对有点像板栗 和板栗就很像了 而且是这种鲜甜的味道 对很香 和这个鸡肉配起来就是鲜上加鲜 对对对 来一点米面 哎呀加起来就感觉很筋道的感觉 像这个米面 味道怎么样 一入口 口感其实这种爽滑的感觉和面条是很像的 但是不相同的地方是什么呢 就是它更有嚼劲 对 更筋道一点 对 因为有枣稻米和糯米制作 煮了十几分钟的米面 依然爽口筋道 看到父母每天做手工米面非常辛苦 董事的姚日坤从10岁起 就开始帮家人分担家务 在广东读了四年大学以后 他的第一选择就是回到家乡 那可能很多年轻人 在大学毕业之后愿意留在大城市里工作 你为什么想要回家呢 其实在大四四十岁的时候 我也出去在上海待过一段时间 在北京也待过一段时间 但是怎么说呢 逛了之后发现找不到那种规律感 但是回来做面就不一样了 感觉一旦那个面看到那面出来 然后生产就有那种特别的感觉 感觉很很踏实 那当时大学毕业想回来 父亲是什么意见 我不给他回来 不同意啊 他自己是这样的 不如对我爸爸他们的面 我的面子一直在下也好笑 他说我往别的地方就更好笑了 所有的产业就越来越做越大了 姚日坤大学的专业是金融数学 回到家乡后 他将大学所学的知识 运用到米面的制作和销售中 短短四年的时间 家中的米面从最开始 一天只能生长五六十斤 到现在有一千多斤 像你大学学的是这个金融数学 送货嘛对吧 基本上不需要那些客户打电话给我 他只要 你在我自己进货一段时间之后 我比他更了解他 那卖销量怎么样 他还没打电话给我 我就直接可以送我 我知道他没有 因为就是通过大数据统计嘛 靠着所学的营销知识 现在姚日坤家一年能买出三十多万斤米面 而且常常供不应求 接下来他还打算建一个专业的米面工厂 将无微米面做出属于自己的故乡品牌 也让更多的人能够通过美食 了解他所生活的这片土地 回看当时的节目 依然还能够想到米面那爽滑筋道的口感 但更让我印象深刻的是姚日坤的勤劳孝顺 以及他身上那种年轻人不服输的干劲 拍摄后我们和日坤保持着联系 这半年的时间 他一直在为自己的创业目标做着努力 虽然说经历了不少困难 但也收获了很多 接下来我们就去连线姚日坤 日坤你好 好久不见 好久不见 你家的米面厂是什么时候开始全面投产的 其实我们在正月过后 2月2日的时候龙台头那天嘛 就已经开始陆陆续续已经开始生产了 真正的投产的话全面投产 大概还要在清明过后才开始全面投产 今年比较特殊哈 那你家的米面的生意受疫情的影响大吗 其实挺大的 其实我们主要分两块吧 如果在销量上来讲的话 其实疫情反而让米面的销量提升了不少 因为主要是人都在家里面嘛 因为有客户就有销量嘛 但是产量方面真的影响就更大了 基本上那一段时间是没有产量的 完全我们就靠去年的存货来进行供货 那这个销量增长了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销售的 主要的话还是销量就是在周边地区嘛 当时政府给我们提供了就是那些通行证 我们可以在本市内可以进行流通的 我们直接就运输过去 对于外地的我们 因为那些交警其实还是比较人性化的 他们在一些关卡口 就要试一试的交接点 他们会设置一些我们货物接送接送点 然后我们把送到那里去 然后隔壁市的人过来拿 那在疫情期间工人没有办法上班 米面的生产主要是靠家人来做吗 不 其实前期在疫情最严重的时候 其实我们就包括家人 其实我们也是停的 直到后期疫情已经开始逐渐的放缓的时候 一家人逐步开始生产 主要有我父母还有我还有我的妻子 包括妹妹我们一家人在一起 也就相当于在家里闲着没事 动动手然后干干活 然后生产一部分 那现在的产量呢 已经恢复到原来的水平了吗 达到了 我们基本上已经恢复正常了 米面其实属于基础用品 基础生活用品像跟娘有其差不多 其实基本上我们现在已经恢复正常了 那经历这样的一次疫情 对你在今后的经营方面 有什么样的启发吗 其实启发还是挺多的 其实在疫情期间 我们也是思考了挺多 其实最主要的关于 如果单独就是米面这个行业 我觉得给我最大的启发 就是太过于依赖人工了 因为当时基本上工人不来 基本上就是没法生产那种状况 在疫情之后 我就考虑怎么样能够改进生产线 尽可能就是把它标准化 合理化 然后尽可能引进一些先进的机械设备 然后来取代一部分的人工 我们之前受场地所限 很多研发包括生产的话 其实我们都是没有办法就是完全展开了 接下来我们已经跟政府申请好了 将近十几目的场地 重新建设几条新的生产线 生产出更多品种更多口感的那种米面 来以符合更多的人的口味 那现在新厂开始规划建设了吗 进展到什么程度了 土地才刚刚审订下来 规划规划图已经画好了 现在很快就可以动工了 产量的话估计应该能翻五到十倍吧 开业的话应该应该在下半年吧 估计等到国庆节期间应该就差不多可以开业了 你刚才提到了新厂建成之后啊 这个产量可以翻五到十倍 那市场上有这么大的需求量吗 怎么会这么有信心 其实说实话啊 在建这个厂之前 我做过相应的调查的 发现就是在我附近有将近近百家米面厂 其实每家米面厂的销量的话 就产量大概每年在十万斤左右 而且基本上产了就销掉了嘛 那证明就是产量是够的 但是同时他们每年年底的时候 大概还有将近三到五万斤的缺口 而这个缺口呢 我觉得就是我信心来源的一个方面 只要你能够填补这个漏洞 我感觉就是商机所在 同时说实话啊 我感觉我现在还年轻 我今年刚好三十岁三十而立嘛 我从15年毕业到现在回家 创业刚好五年了 马上就进入下一个五年 之前五年基本上实现了自己的目标 其实说实话 做生意的话没有稳赚不赔的 其实自己心里也打鼓的 但是感觉自己年轻 该闯的时候还是闯一闯 拼一把还是有机会的 好的 谢谢日坤 祝愿你的新厂开业大集 也希望你的下一个五年计划 能够早日实现 好的好的 再见 好 好 好 五星再见 羊鼠塘边 祖孙三胆 用四十年时间守护野生羊子鳄 保护区二十二条羊子鳄野化放规 未来他们将拥有更多的栖息空间 现在保护区这几天在后面 扩大那个野生羊子的栖息地 再挖一些沟壑和那个糖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回往长江 欢迎您继续收看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回往长江 杨子鳄是我国长江流域特有的一种 冰威爬行类动物 在人们的印象当中 鳄鱼以凶猛冷血著称 但在南陵县的长乐村 野生羊子鳄却和村民们生活在一起 并且有一户人家三十多年来 一直像对待家人一样守护和照料着野生羊子鳄 记得拍摄时我们一进入长乐村 那一派田园风光看上去和长江中下游 众多的村庄没什么区别 不过路边的警示牌却提醒着我们 已经进入到杨子鳄保护区的范围内了 安徽杨子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位于安徽省宣城市和吴湖市的南陵县境内 总命迹为18565公顷 1983年当地村民张静寅在附近的杨树堂 发现了六条野生羊子鳄 从此他和妻子就坐进了义务护区员 直到老人去世后 他的家人依然继续坚守着这份工作 张胜 您好您好 留等了留等了 像在长乐村什么地方能看到杨子鳄 就我爷爷这边躺 就是在面前看到的这个食堂 在这边看到的这位是 这是我大伯 大伯 您好 您好 张伯伯 您这是在切肉啊 在切肉 什么肉这是 鸡肉 那这是准备要喂这个杨子鳄吗 就是我大伯会叫来 叫张龙 叫他 就是这个鳄鱼是有名字的 叫张龙 张龙 那就是跟你们家是一个姓 都姓张 我们这边叫土龙 土龙我们家姓张 我爷爷跟他亲了三十多年了 把他当家人一样 就叫他张龙 杨子鳄的寿命一般在七十多岁到一百岁 喜好打洞 平时都躲在自己的巢穴中 我们设置组到达长乐村的时候 正是十月下旬 已经接近杨子鳄的冬眠期 你来去 张龙 在岸边尝试了一会儿 我们始终没有看到杨子鳄的出现 张胜为我们找出了他 一周前刚拍的视频 这么近 帮你来去 这就是一个星期以前 给张龙在喂肉拍的一个视频 就是在这个位置 对 他当时可能饿了 在躺中间就在这边看着 所以我喂了一下 这条张龙 他的体型感觉很大 这边最大的 大概是有大张龙 有多少 大概有两米 最大的 很可爱的是 在给张龙喂肉的时候 我听到张胜也是在叮嘱他 吃 吃吧 慢点吃 因为快冬眠了 这里还有肉 好过冬 听张胜介绍 每年的11月到次年的4月 是杨子鳄的冬眠期 我们来的这几天 中午气温都比较高 依然有机会能看到野生杨子鳄 杨树塘的面积大概有6亩 我们跟随张胜绕到水塘另一边 试图寻找野生杨子鳄的踪迹 杨子鳄喜欢西西在湖泊 沼泽 或者长满乱草 蓬厚的摊地 长江中下游地区的温度和环境 都非常适宜杨子鳄齐西 也是他们的主要分布地 沿着旁边寻找里圈 在远处的水面 我们终于有了发现 就在对面对面那个枯树枝下面 对 真的不容易注意到 因为它浮在水面上 就像是一个枯树枝一样的 它的颜色就是这种灰褐色的感觉 很长色 而且距离是有点远的 我们的镜头推上去的话 可能会看得更清楚一点 是在晒太阳吗 对 它现在的话肯定是在晒太阳 我特别想告诉张伯伯 他在叫的蟑螂就在这边 那张伯伯现在在叫 他为什么不过去 他现在可能就是 他已经 一个就是他可能不饿 一个就是他可能已经 他准备要进入冬眠了 准备状态 他可能冬眠前几天 和十几天是不进食的 发现了杨子若的踪迹后 张胜给大伯打电话 喊他来这边再试一试 但是即将进入冬眠的杨子若 活跃度很低 已经不为食物所动 只是静静地浮在水面上晒太阳 因为相处了几十年 张胜一家人 对这里的杨子若已经很熟悉 还给他们起了不同的名字 大伯 刚才张胜说 现在看到的这条杨子若是张二龙 是吗 是二龙 怎么判断出来的 怎么看 二龙就有个木长 三龙有个木长 您是按这个体型来判断 我来判断 张大龙呢 最大的一条是张大龙 张大龙是有多长 有两米多 两米多长 两米三 是雄性的 雄性的鳄鱼两米多 二龙刚才说了差不多就是一米七左右 大概一米五左右 三龙呢 三龙是三米八 杨子若是世界上最小的鳄鱼品种之一 平均伸长一米到2.5米 头部扁平 四肢粗短 虽然看上去凶猛 实际上杨子若性情温顺胆小 很少主动攻击人类 虽然现在宣称杨子若保护区 已经可以进行人工繁育 但是野生杨子若的数量依然十分稀少 全世界只有150条左右 为了更好的保护野生杨子若栖栖息地 当地政府流转了一千多亩耕底和一百五十五亩的水面 还定期对当地村民进行宣传教育 减少非法捕鱼和农药化肥的使用 并在2009年修起了现在的杨子若保护站 过去张静颖和妻子就一直生活在这里 在这边是有几间屋子厨房 这是卧室 其实陈列是很简单的 而且在这边看到的这个家具呢 也比较老旧一些 应该也有几十年了吧 五十年了 那是从过去的房子搬到这边来 一直在用 而且在这边呢 通过窗户呢 是直接可以看到这个池塘的 一辈子就看着这个池塘 比如翻开 跟人钓鱼的 有大地名的 有种的 翻下轮的 他看到有下轮的 他马上过去 结果它死掉了 野生杨子若曾经广泛分布于 长江中下游地区 但是由于人口沉溺 和人类的生产活动 杨子若的生存空间不断被挤压 1983年 南陵县林野局的工作人员 来宣传杨子若的相关保护知识 张金银才知道 杨树塘底的土龙 原来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 为了保护杨子若 他把家搬到了水塘边 这一张是在哪里啊 就是在这个门口吗 不是 这是在之前的那个草棚子里面 就是草最早的那个房子 它前面是瓦的 然后后面全部都是我爷爷 就是弄的那种塑料 塑料布 薄膜 自己搭的 我们家那个塑料薄膜 那在冬天的时候 应该会很冷 对 很冷 这是你 对 这很早以前 这是几岁的时候 和爷爷可以 大概是七八岁吧 七八岁 以前就是放学 就跟着我爷爷后面跑 嗯 那时候呢 爷爷如果在这个池塘巡护的时候 你会跟着爷爷一起吗 对 随着杨泽的种群扩大 食物的消耗也越来越多 张金银就经常自己花钱 买鸡架子喂食 1995年 他找了份羊鹿工作 收入也大都投入到了糖中 那在你看来 当时爷爷奶奶 为什么会花这么大的功夫 去保护这个样子 最初的话 还是因为喜欢 农村里面的土龙 就是龙的发生了 嗯 就一来二去 就熟悉了之后 就清静了 那爷爷 这保护了几十年来 会有一些补助吗 从八几年开始吧 一年就三十元 到九几年可能就一两百 到这两三年才一千八百块钱 一年一年一千八百块钱 可能这个钱够买肉吗 不够 张金银的故事 在当时曾引起了广泛的关注 也留下了很多珍贵的视频资料 加州 对 那时候只有九岁 对吧 不要这么多年 不要太多年了 嗯 八十五十 十八百块钱 八十四 八十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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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才看到的这一段呢 是 张胜告诉我们 他觉得最珍贵的一段 记录下来的和爷爷的对话 爷爷很朴实的话语 真的让我们很感动 那在爷爷生前有告诉过你 他希望你从他这里 来接手过来继续保护杨泽 对 怎么跟你说的 他说 直到去世 张经营最放心不下的 依然是与他一起生活了 几十年的土龙 2018年底 在爷爷的一载住脱下 张胜回到家乡 坐起了巡护员 张大波也接替了父亲 呼吻人的工作 可能你慢慢地长大 在不同的年龄段 爷爷告诉你的一些事情 是不一样的 对 后来呢 你慢慢地长大 爷爷还告诉你 一些什么其他的呢 就是 他变得让野生要绝掉 那你现在打算怎么做 也是算是完成爷爷的一个心愿 对呢 就是 就算我不干这工作了 我也会 继续保护杨泽 从张胜质朴的言语中 我们感受到了 张经营一家三代人的 淳朴与善良 几十年如一日 张经营将所有的心血 投入到杨泽为的养护中 引用自己的坚守与热爱 感染着周围的人 如今带着对爷爷的思念 张胜也将尽自己最大的努力 张爷爷守护杨泽的故事让人动容 更让我们感到欣慰的是 张胜从爷爷的手中 接过了护鳄的接力棒 带着对爷爷的思念 继续坚守着那份工作 随着国家对野生杨泽 保护力度的加大 安徽杨泽国家集资保护区 增设了寻护员的岗位 去年夏天 张胜正式成为了保护区的寻护员 每个月有2000多元的工资 最近又到了杨子厄平凡出没的季节 为了更好的寻护 张胜就和他的爷爷一样 住在了保护站里 接下来我们就去连线 正在寻护的张胜 张胜你好 你好 现在你身后就是爷爷家门前的杨树堂吗 今天张龙有出来吗 天热的话 他小的出来 大的可能在洞穴里面 就在堂中间 是小的很小的 就在堂里面在游泳 你介绍过 每年的11月到4月 是杨子厄的冬眠期 那今年 张龙最早是什么时候出来的 怎么发现的 是3月25号 那天我看到了 当时就是在堂边上巡护的时候 就看到它在中间 在大张龙 在中间 就是赛太原 那到目前发现了有多少只 这个数量较上一年有什么变化吗 大概最少得50只 具体的可能不近 但是我看到去年孵化出来的 存活下来了 可能七八只吧 那在这个季节 你的巡护工作 主要要做一些什么呀 主要就是先骑车去各个村里面 保护区村里面 去看一下有没有违法养殖 违法建筑 还有违法伤害野生动物 破坏树木植被 然后就是去野生养泽 栖息地 步行巡护一下 各个池塘 之前我们看过很多你拍摄张龙的视频 那最近呢 还有给他喂食吗 现在的话 因为保护区规定 就是为了保持他的野性 就是尽量少喂他 现在的话 除非他就是可能饿了 食物不够 过来要的话 来岸边要 我们才喂一点给他 那现在养泽的食物充足吗 因为现在数量多了 就是还是不是太够 现在保护区这几天在后面扩大 那个野生养泽息地 再挖一些沟壑和那个塘 让它的生存空间要大一点 后面我爷爷保护了这塘 后面已经完成了 挖了二十几个那个水沟水塘 那现在保护区啊 除了扩大这个养泽的栖息地之外 还有其他的一些措施吗 有就是前一段时间 在隔壁镇放归了二十二条 也就是杨泽从宣城那边拉过去的 那在长乐村这边啊 现在有放归杨泽的计划吗 因为长乐村这边的话 因为野生杨泽数量比较多 所以的话先放归隔壁镇 明年有计划 可能要放归一些放到长乐这边 那在村子里放归这些杨泽 会对村民的生活产生影响吗 村民问是什么样的态度 现在杨泽的话 他是保护区规定 放在那个规定的地方 规定的水塘里面 对周边的村庄的话影响不大 村民的话的话 他们刚开始有些新奇 就是刚方归那段时间 每天晚上村民客人过去看一看 杨泽身心比较胆小 比较怕人 不主动攻击人 不管是这边还是那边的 村民的保护意识 都是比较好的 现在都比以前好得多了 好的 谢谢张胜 再次感谢你和家人为保护野生杨泽所做的努力 多保重 再见 好 再见 祖孙三代近40年的坚守 张金银老人一家与杨泽的故事还在继续 截至目前 全国共发现野生杨泽的数量已经超过了200条 相较于2015年增长了近一倍 安徽杨泽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人工繁育的杨泽总数 也已经超过了1.6万条 我们相信随着保护措施的日益完善 人们保护意识的不断增强 野生杨泽种群数量在继续扩大的同时 我们也将会听到更多人与自然和谐相伴的故事